好 剛剛最新的消息 我們剛剛說這個魏國宴是不是裝的 答案不是裝的 因為他現在已經在這個加護病房 叫做即興什麼 就是複雜的名字 對 冠心症 即興冠心症 然後他就在立法院就休課 然後現在在加護病房 好 那天佑魏國宴 所以昨天就辭掉就好了 幹嘛就是在立法院呢 好 原諒我們用這種 比較尖酸的口氣 因為等我們談談魏國宴 他過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真的容不得我們這樣去說他 當然我們也希望你身體能夠健康 好 但是不論怎麼樣 魏國宴身體健不健康 這件事情醫生可以決定 可是誰可以決定均有設 在建築國防部的土地呢 國防部好大 他可以建築任何土地 那我這樣講好了 那個郁真我們一起去跟 這個國防部建築 一定被打推票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來看一下 軍有設竟然可以建築一坪 只要166 那軍人之有設 到現在我們看到的資料 從333億左右的 這個資產的規模 由政府出資 那國民黨主導成立 這些相關的這些人員 成立包括這些委定務啦 李市長啦這些等等 到最後我們看到說軍人之有設 怎麼會剩下只有18億的資產 是 我不反對說 這些來源不正常的這個財產應該處理 我從來沒有反對這個事情 但是我是講說 在定義的時候 怎麼樣去定義這個叫付水組織 一定要慎重 那個部長你還是 你再迴避我的問題啦 我的意思是說 他是國產變黨產 黨產變私產 或者是說 由國民黨主導 從國產變成私產 這個你覺得這個是不是在 這個在整個財產的一個歸屬裡頭 我們政府有責任要把這些財產 是應該要處理 我也不反對這樣 你也認為要處理嘛 是應該處理 不處理會怎麼樣 合不合理啦 不合理 我覺得應該要處理 好 他說應該要處理 但是是在520之後處理呢 還是立馬就立刻處理 小心點不處理 對不起 我要酸一下 可能會心肌肝塞什麼之類的 不過回來一件事情 這事情為什麼變這麼大條呢 我們要回來一件事情 文憑委員其實對軍方 應該是很多所了解 這是大家知道 台北國軍英雄館 我結密是在高雄國軍英雄館結婚的 所以他是在雄中對面 還不算什麼精華地 不過最近還滿貴 因為旁邊有一些 比較好的百貨公司啦 但是我們看總統府在這個地方 長沙街 復聯總會在這個地方 復聯總會這種動大樓 號稱也是數十億到百億的價值 那麼地點是什麼 就在這個地方 台北國軍英雄館 這是他的這個畫面 那搞了半天呢 這塊土地是國防部的 而且他租呢 一坪只要租一百六十六元 聽完之後我舌頭 這時候就要說一句話 我的下巴都掉到咖啡裡去了 我想這些事情 我們應該分幾個層次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很多 我想剛剛像這個陳其邁 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委員 但是他不得不 每次談論這些事情的時候 一定要把國民黨帶進去 其實不必要了 國民黨現在已經趴地上了 國民黨就很像魏國營 現在已經送加護秘房了 電極也救不活了 我是國民黨了 我是國民黨 所以你現在罵國民黨 其實沒有太大必要 軍有社不管當時是國民黨輔導 或什麼樣 當時黨國不分 那也就事實 那也不必在現在重複 就是說如果是屬於國家財產 請問是誰把它弄成今天剩下不到百分之五 請告訴我 333億變18億 不到百分之五是誰弄的 第二個陳薇仁是我看過最聰明的官員 因為從省政府時代的建設廳廳長 一直到副秘書長 一直到現在到內政部長 他非常聰明 可是他還是很勇敢的說出一些話來 比如說你像那個紅十字會也好 或者像很多的團體來說 我從來沒看過 你從來沒有審查過 為什麼 因為的確 他現在不說 就像你剛剛講的 他如果不說真話的話 他下巴會掉到糞殼裡去 不是 掉到咖啡裡 咖啡裡面 現在最新流行的話 就是遇到意外的事情 下巴就會掉到咖啡裡 所以這是第二個部分 就是說你現在不必再去講國民黨 因為老百姓 你提到國民黨說 原來你民進黨是因為 跟國民黨的鬥爭 所以是拿出來打 是 你就把真正跟國民黨有關係 利益有關係的人 不過一百個人 或是一萬個人 你為什麼把兩千三百萬人打在一起 軍有社 我憑良心講 有些軍有社 像你剛才所指的這個 低價租的 這個台北國軍兇館 很好啊 每天上午他那一百塊的 我現在不是幫他廣告 上午一百塊的那個自助早餐 是很多榮民也好 很多上班族的最愛 是 這樣在飯店這樣算便宜 對啊 所以他也 隨便到一個飯店吃早餐 沒有個五百一千的 他也讓很多像這個 像我們仁俊這樣的老 不是老 就是你退役或退伍的這個 對我等我問一下老 他想法 對不對 他們有地方 有地方去那邊聚一聚聊天 他覺得在那邊 像自己的家一樣 是 那我第三點我必須說 民進黨不必再質詢了 對 直接交給你下一任的法務部長 特徵組的這個檢察長 或者直接就交給國防部 自己親 我說實話 我跟他說那些 那些退伍的退役的人 那些人沒有吃到 軍友社一點點好處 他還要付錢 真正享受到軍友社好處的 是少數的長官少數理事長 你現在怪裡面的經理 我都覺得不堪 他本來可以在你部隊裡面 當到將軍 或什麼中將 他來這邊算委屈的 拿個幾萬塊的薪水幹什麼 所以我是說 請民進黨也好 我們社會大眾也好 轉型正義 固然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但是不要因為掛了轉型正義 把所有人都打在一起 今天台灣主張轉型正義的人很多 可是如果你通通把他掛上 他們就是國民黨 他們就是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泰文的分子的話 不對的 少數的人我們把它孤立起來 這樣才有道理 所以我想說今天很優秀的陳吉邁委員 提到軍友社 那就趕快在立法院 成立一個特別調查小組 或者成立調閱小組 不要再嘴巴講了 直接成立一個調閱小組來查 這幾十年來到底為什麼從國家的變成私人的 變成一個人民團體 然後人民團體的理事長是誰 為什麼他有權利把這個這個財產 用這個方式給你 用那個方式給你 我必須講 很多地方的軍友社的那個房子 像基隆就有 當時是照顧這個外島軍人 可是現在什麼 現在已經變成少數生意人的這個 這個經濟母了 是喔 所以我就說 我跟你講 還有很多後務 還有很多內幕 有空再說 還有特殊管道才標得到 是 還有特殊人才標得到 對 要特殊管道 特殊官區才能夠標得到那個經營圈 這樣子 所以你也想標嗎 我們沒有那個本事 對 所以你的十二十三家 可能就要靠民養執政看他們標得到 當然這麼大的問題 一定要問一下老歐 等我問一下康仁劇 我們來看看這些事情 我們進個廣告